Hello,我是KW8934 今天我們又來試一部新出的名影 這個是11號 111號 這部就是一部龍運的E50D Turbo 扶手電梯版本 即是說它的外形 還有另一個版本是叉燃耳機 已經整個一至兩年前出的 不過現在都賣光了 沒得賣 我們拆開這部 拆完了 首先我們來看看它的外形 這裡有一個龍運Logo 前頭的扶手 這個扶手是印上來的 這部電影因為小又便宜 不僅是1比36 這些扶手就一定是印出來的 這些全部扶手都是印的 順便是整個 這個路線牌是S64 目的地就是東沖的日東 這個S64也去1號客運 以及2號客運大陸 亦都去那個 不知道機場的 好像後修 你離去不知物 那車牌呢 就好像是 咦? 3B4686 我記得這個好像是2501 2501 什麼01 你讓我看看 不知道你們看不清楚 很不清楚 很不清楚 我不是很記得 扶手電梯 好像是2501 好像是25 總之是25開頭 扶手電梯 那扶手電梯 我自己也見過兩次 很多次 香港的扶手電梯只有兩次 一部好像是3B 一部就是3E排 那是 那這部相信應該就是那部2部 但是呢 就很多扶手電梯在珠海的含摺廠 還在運來香港 有些可能已經運來香港 但還未上排 那是我們現在進來 看不清楚 那為什麼叫扶手電梯呢 就是因為它呢 有種 這裡好像有扶手電梯 那你上來的感覺 你看這裡 這裡 有 這個 盛察座位 路線牌 印上去的扶手 這裡上車 然後 去到後面呢 這裡好像有些印刷瑕疵 對了 那這裡突然印了一些白色 是上去的 差不多 我很多微景都是這樣 但我不管 分到後面呢 其實你只看後面呢 你是很難看得出 這部是扶手電梯還是 一部 叉人E機 不過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我看外面 我經常都以為這部 是一部 叉人E機 我不知道是扶手電梯 因為 OK 很不清楚 這個 可以看到這裡有四個車燈 有ADL的車身 這個也是 沒什麼特別的 嗯 那說起價錢方面呢 這部要$69 嘩 這個也有 這叫做什麼 倒口的 這個$79 但我用VIP會聯價 差一元買回來的 那我覺得都很便宜 因為呢 你只需要 100元就可以做一個微影VIP 那你就可以省很多錢 最 有 最 最平時就是九折的 那這部 那這部 對啦 那這部也有 水渤 那我今集的 微影介紹呢 就來到這裏了 那我 希望你可以 like這個video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呢 在下面留言 看看我可不可以 需要一些改善 那今集來到這裏 下次再見啦 Bye Bye